苏珠那个67岁的那个老头 在楼下怂恿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跳楼的那个事 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 我看那个原视频了 就是一个老头呢 在楼下在那喊 你赶紧跳啊 你不跳你不是人 居然周边还有好几个人 一起轰然大笑 真的是事逢日下道德沦丧 人家都已经处在这样的一个 要轻生的一个边缘了 你不说你去安慰 或者说你劝慰吧 你居然你还在这起哄 在评论区有几个话是这样问的 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得了67岁的 他还有后代嘛 其实这样的人特别多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口无遮拦的 特别是在我们互联网上各大评论区 你自己去看就行 就有的时候根本就不记后果 像他这种起哄的 是因为被拍成视频了 然后发在网上 他放大了他这种 就是一点都不给自己 记口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现实生活当中 特别是这个互联网上 这种的没有一点点口德 到处就造口业的 让人是大有人在的 但是也不得不说了 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象 的确我们现在是 事丰日下斗得沦丧 当一个人他现在陷入绝望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有人给他劝慰一下 或者让他看到生物的希望 他是完全可以 从生死的这个边缘走下来的 但是呢 如果你一旦怂恿他 你看就这样 我们起哄 为什么要现在被刑拘了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个 专一个律师去解读 他有可能会被迷失处罚 这个具体金额 可能现在还不是很清醒 而且他有可能是被刑事处罚以后 有可能还会迷失处罚 有网友可不看说 那他在20楼层的以下 就喊这个话 上边人能听到吗 他是应该可以听得到的 因为下边 当下边 基本上是寂静无声 然后他在下边 喊的这个声音非常大 我们自己都能够听得见 那他站在这个上边的话 他是有可能能听见的 所以我们很大的一个概率 可以推断 就是说这个轻声者 他当时疑而下的 那样的一个激动的一个情绪 跟这个怂动者的这个 一喊 是有部分关联作用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的确是挺让人心寒的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因为这个世界 能够警醒很多的成年人 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对别人的一些观点 我们可以不去赞同 甚至你完全可以质疑 甚至否定都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用恶语相 去对他那个恶语相加 对不对 你像他这个直接是起哄了 说你挑啊 你不挑不是人 直接就是说诋毁人家 谩骂人家 然后甚至给人奏油声势的这种 大有人在 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吧 都能够去积点口德 不光是对一个跟你毫无相关的一个陌生人 更是对我们 周期相处的一个亲人 有的时候我们去反思 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 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语言暴力呢 我现在仍然就记起来 我闺女曾经还在回忆 就是说为什么她从小的时候 可能会也受到一些心理创伤 我有的时候要求她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要让她做 孩子没有得选 而孩子就说 为什么我这个事情一定要听你的时候 我曾经会跟她讲过 我说因为你是我闺女 因为我是你妈 我相信这句话 很多的成年人家长都有说过 而且这样的一个话 已经给我们的孩子 其实造成了很多心理上的一个伤伤 我们真的是希望 以后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善良一点 不要是说火上交由 在这种人家在生命的 和死亡的这样一个边缘 然后你再去变把火了 我是一心姐 人生是一场修行 好好自度 自立 理他 都能够回来